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超码家人大家晚安 我是龟慧和来自彰化 那感恩运营长给我分享的机会 那其实我进来超码 我很感恩就是天地给我这个机会 让我接触超级生命密码这个系统 那在我进来超码之前呢 我是从小到大就是跟着妈妈走公庙拜拜的 那我们家从小到大我印象中就是 不管婚伤喜庆 看医生选日子和名都要去那个宫庙去问一下这样 那我从小到大就是在这样子的宗教的家庭长大的 那我也觉得就是这样啊 我的人生可能就是这样 那在我去年7月份的时候 透过我会会表姐的接引我进来超码 我才知道说原来在我们人世间有一个这么棒的一个系统 有别于一般的宗教 因为我在宗教那么多年以来我一直都有问号 我一直都有很多的问号 那我进来到超码了学习以后呢 就把我这些疑问就一一的解开 那我觉得进来超码很棒就是说我们不用外求 那我们不用再去求神问谱 那我们只要照着导师教的方法 然后好好的如法师兄 做的步骤123 然后呢 我们只要在心法里面呢 述说的我们的一些问题跟状况 就会得到解答 那我觉得这样很棒 像我以前我去宫庙如果要去问事情的时候 我都一直很排斥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的一些难处讲出来的时候 那很多人都在听 那我一直很不喜欢这样 那因为我在宗教有服务十几年 那我发现就是说当我们在 我们当然是一定有事情有问题的时候 我们才会去问神我们会去请教 那可是当我们在讲的时候呢 大家都在听 那我们问完了离开的时候呢 大家都会开始八卦 那我一直对这一个我一直很不认同 我觉得说怎么会是这个样子 可是我进来到超码的时候 我发现说我们这一个系统很棒 就是说大家不会八卦 大家不会去挖你的隐私 那你在这里得到帮助的时候 你得到天洁的祝福的时候 你会愿意把你自己的经过分享出来 让大家知道说用这样方法就可以这样解决 解决一些问题 那大家都是祝福你 大家不会笑你 然后不会去接你藏吧 那在座有一些人可能没有听过我的故事 我稍微分享一小段就好了 我会进来到超码是因为我当时有一个念头 就是我很想杀人 那我为什么会很想杀人 是因为三年前我的婚姻出了状况 我的先生有了外遇 然后他告诉我说这个小三是神明赐给他的礼物 就这样一个过程 那后来我们就离婚了 我就离开了 那我想说离开 这个伤痛会过去 可是并没有 我当时有很严重的忧郁症跟失眠 我都要去看精神科 要吃抗忧郁的药跟失眠的药 然后到后来那个恨跟怨一直累积到后来 我很想去杀人的小三 然后就是一直在这样折磨 白天的时候我就想说 我不可以去杀小三 我为了我的孩子我不可以这样做 可是到了晚上的时候 夜深人静的时候 我就会很想杀这个小三 就这样乱了大概三四个月 有一天我就想说 天啊天地之大 难道没有一个我不知道力量可以来救我吗 我就这样发出了一个讯息 那很神奇的就是两个礼拜后 我表姐他就告诉了超级生命密码 然后给了我千年之约跟疗育权力 那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在路上或是公园 或是菜市场拿过有关超码的书 我也不知道超码这样的系统 那我表姐带我进来了以后 我刚开始我听不懂超码 可是很神奇的是 我听了老师的音档跟导师的音乐 两个礼拜 就这样听每天天天天听了两个礼拜以后 我要杀小三的念头 他自然自己就不见了 他自己就不见了 我就觉得好神奇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系统 一个什么样的能量 为什么会这样 所以我就开始跟着我表姐进基因会学习 那我才懂得说 老师说的一切都是正负能量的平衡 那一切都是因果业力 我们曾经欠人家的我们把他还完 我们唱鬼话艳把他还完就好了 那就是透过这样子的学习 我心里的那个痛跟恨 就这样慢慢慢慢就放下了 然后就过去了 那真的我看到我很多身边有一些朋友 他也有婚姻这样的状况 可是五年十年一直在心里面纠葛 他放不下 他那个怨恨是一直纠葛 甚至于他告诉他的孩子要一起来恨他的爸爸 那我真的觉得这样叫做人间悲剧 所以我很感恩天地 给了我这样子的机会 让我进来超马 让我洗涤了我的身心里 我的那个怨恨就这样放下了 我还告诉我的前夫说 我祝福你 我祝福你们好好的过日子 那我也会跟我的孩子好好的过日子 那我们就彼此祝福就好了 那我们就这样子就是很和平的过日子 甚至到今年的六月 我的媳妇生的时候做月子 我孩子希望我回去帮他做月子的时候 我回去我前夫的家 去帮我的媳妇做两个礼拜的月子 那当时我看到我前夫真的就是 真的就叫做放下了 我对他那个恨啊愿都没有了 就这样很平静的放下 所以我真的觉得超马对我来讲是一个救命的大法 我觉得他的那个力量 给我心里安定的力量是真的很很大 很不可思议的 然后这一切都是真的 因为我们看到很多学员的分享都是这样 所以我很感恩汉胜的导师 他创办了这个超级生命 生命密码这个系统 那我也很感恩导师 他这样子不只辛苦的 每半年就从美国回来台湾 帮我们开这样大型的课程 我在这样的大型课程里面 收益真的非常非常的大 因为我本身是那种心境很大条 我是没有什么感应的人 你说什么能量啊 什么变化啊 我通通看不到的人 我做心牌也没有进的人 可是我参加导师的大型讲座 参加了两次 去年的十二月份跟今年的六月份 我参加了到导师的那种大型讲座 我才知道说什么叫做心法 什么叫做录那个心法的那个镜 怎么样被老师带到那个心法的镜 那个殊胜那种疗愈 真的大家真的要来参加这样大型的讲座 因为你在家里 真的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我记得我表姐她有讲过一句话 她说在家里读超码叫做寄托 来基因会读超码叫做解脱 然后上导师的网络光修课 跟导师的大型讲座 那跟着是灵命的提升 那这个真的是你 大家要自己去感受 你常常感受到那一种震撼 一切都是真的 以上是我的分享 感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